当地时间4月30号下午,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表声明称,将于当地时间5月1号零时起延长72小时人道主义停火。 当地时间4月30号晚,苏丹武装部队也发表声明宣布,苏丹武装部队将从上次停火协议到期时间点开始,继续停火72小时。 此前,苏丹冲突双方已经数次达成停火协议,不过,在喀吐木等地,双方仍有交火。 当地时间4月30号下午,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贾西姆·布达韦在沙特首都利亚德会见了苏丹外交部副部长兼主权委员会主席特使达法拉·哈吉阿里。 布达韦呼吁苏丹冲突双方保持冷静,并停止一切形势的暴力升级,优先考虑苏丹的国家利益。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4月30号发表声明称,首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目前已运抵苏丹东部的苏丹港。 据悉,这批援助物资共计8吨将为苏丹多家医院提供急需的医疗用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冲突双方为物资的运输提供保障。 红十字国际人道主义,欧阳很多美学金顶部。 红十字国际人道主义,欧阳五十字国际人道主义,欧阳五十字国际人道主义。